说陆委会在7月份跟8月份 打着两岸巡回讲座的名义 在四处办讲座 但是其实根本是国民党内的造势大会 因为在现场到处看到的都是文宣品 跟马屋的看板 因此他们被质疑行政不中立 陆委会主委赖信源笑得好灿烂 脸书专业竟然成了陆委会文宣 Facebook我从今年2月16号开始以来 都是这是一个媒介 来宣导大陆政策的媒介 把自己的倩引送给参访来宾 陆委会这哪招啊 让民进党立委看不下去 我看到这张文宣的时候 我以为说我们的总统候选人又多了一株了 用公堂印的对不对 你们印的嘛 所以是用公堂印的 印表机把它印出来 印表机不是公堂吗 不只浪费公堂 陆委会还惹来公然辅选的质疑 明明是陆委会举办的两岸巡回 讲座地点却统统选在国民党部 现场还高挂马屋两人看板和一张张竞选文宣 在你们的座谈会里面 发台湾加油站的一个宣传品 这不是选举 这不是行政部 委员我们 民进党立委不满国民党占尽资源 而赖信源哀不过骂声的还有7500元的高档饭店 我们的经费支出完全依照政府相关规定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住宿费不能超过1600块 赖信源提出解释 但看看逐年增加的预算高得吓人 98年度原本只编列1500多万 没想到101年度却一口气来到了1亿600多万 陆委会究竟有没有浪费公帑或者公器私用 帮马屋配辅选全民都在检验 三菱新闻陈立国白乔英台北乔宝导 好 再来看看这个篮球界